海洋连接起各个大陆 但海底光栏才真的连接起了整个世界 从黑人抬关到黑人的命也是命 从直播火箭发射到截图特朗普的推特 没有海底光栏都是办不到的 尽管Elon Musk正在雄心勃勃地 把自己的宽带卫星打到天上 但如今的国际数据呢 仍然有99%都是通过 绵延300万公里的海底光栏传输的 如果说我们非要在现实中 找到命悬一线里面的那根线的话 对很多没网就等于没命的人而言 海底光栏就是那根线了 直播准确地说它可比线要复杂多了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分几个方面来聊它 第一个是海底光栏究竟长什么样 第二个它是如何工作的 第三个是这些有可能比把珠峰颠倒过来 还要生的光栏到底是怎么埋进海底的 我们一个个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亲眼见到过一根光线 也就是包括在光栏里面传输光线号的东西了 没有见过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扯下一根头发 然后把它想象成一根透明的细管子 就可以了 管着怎么弯 里面的光线就会怎么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叫做全反射 请学霸再次打出弹幕 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总之光线的好处就是继承了光线的好处 快 但坏处你刚刚在扯头发的时候 大概已经感受到了 不是疼啊 是太娇贵了 所以外面必须要包裹上厚厚的保护层 而当我们把光线放到海底的时候 你觉得要怎样的保护才算靠谱呢 要我说得要启用装甲才行 是的 让我们来看看海底光线是怎么被过度包装的 先看这样一张图片 左右两张都是海底光线的照片 只不过右边的要比左边的更粗 说明它的保护也更加的严实 你先猜一猜哪个是放在深海里的 哪个是放在前海里的 打个弹幕 一会儿正式 我们从最关键的中心开始 这里有好多根被涂上了不同颜色的光线 你要是仔细数的话 一定会发现数出来的是个偶数 因为它们都是成对出现的 一个负责去一个负责回 双向车道才不会堵车嘛 一根海底光线里面可能包含了几对 或者是几十对这样的光线 取决于埋下这根光线的公司与它的用途了 好 剩下的其他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起保护作用的了 先是包着光线的一根塑料管 里面涂满了凡士林 好让光线不会在里面晃来晃去的 然后是一层缠绕塑料管的细钢丝 用来提高塑料管的强度 接着是一根铜管或者是铝管 而且它会通商店 咦通电是起到像很多小区围墙上的电网一样 把企图搞破坏的家伙都给电跑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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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为中继器供电的 每隔几十公里呢 这些光缆中间都会安装上这样的大型中继器 因为光线即便是在非常先进的光线里面跑 也是会衰竭的 中继器可以及时的增强光信号 以便让它们顺利的跑过数仙 甚至是数万公里长的线缆 在铜管之外啊 再加上一层塑料管 就变成我一开始给你看到的那根细一点的海底光纜了 诶 那它究竟是放在哪的呢 猜出来了吗 粗一点的那根呢 是再次基础上又在外面绕上一到两层的钢角线 最后再缠上尼龙层塑上沥青制成的 算是给防御开了一个buff 防的是谁呢 一防鲨鱼 二防御船 没想到吧 鲨鱼居然耗这口 我上网爱它什么事啦 但有分析指出啊 这可能跟光纜通电以后所产生的电磁场有关系 其实不管怎么样啊 鲨鱼摇摇也是应该的 毕竟是我们先请占了人家的地盘嘛 要是别人到我家里面拉根电线的话 我反手就给它剪断了 相比起来呢 鲨鱼算是客气的了 拖网渔船对海底光纜的威胁也不小 统计数据显示啊 由它造成的故障大约占了总故障的将近40% 所以想要高速上网 尽量少吃点海鲜吧 说到这儿呢 不知道你猜出我刚才出的那道题了吗 不管是鲨鱼还是渔船 它们的活动范围都在前海 所以呢 自然是要把最皮糙肉厚的光纜留在这里了 至于深海嘛 反而是没什么威胁了 除了把它埋下去 要放更长的线而已 对了 这海底光纜到底是怎么埋到海底的呢 原来这是由一艘改装后的专用拖船 与一个拖在拖船后方 沉到海底的海鲤配合完成的 首先施工团队会仔细地勘察 光纜将要经过的海底区域 找出一条能够避开珊瑚礁沉船残海 崎岖山地等大型障碍物的最平坦的路线 然后就一边开船一边往下放光纜 跟在拖船后面的遥控海里 随后再将这些光纜埋入自己刚刚离开的 一个大约深10厘米的沟里面 海沙会在洋流的作用下把这个沟给盖起来 从而让光纜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整个过程看似简单却非常的耗时 需要仔细地测试与检查每一个步骤 才能换来连往后每秒几十 甚至上百万亿比特的信息传递速度 这有多快呢 可以同时传输数千万部的4K高清视频 是普通家庭网速的一千多万倍 值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让你爱上科学